男生 你真的和那个妹妹 真没有关系 真没关系是吧 对 真清白 那你离开她吧 你越这么理直气壮 我越觉得你自私了 你不是找男生对不对 你不知道你的前女儿 对你依然还有情愫 你不知道吗 你就是在享受着 有这么一个暧昧的人 在冲你示好 在认可你 在捧着你 在让你达到自己 在她身上 你找不到那种自信感 这是为什么 她在发烧的时候 就是要找你 你不顾一切的要去找她 她为什么在失恋 就是要找你诉说 你去给她安慰 你这是为她好吗 你这是为安慰她吗 你压根都不是 你不爱她 你也对你的那个前女儿 也没有感情 所以你才觉得没什么 你知道一个暗恋 你的女孩一直在对你 恋恋不舍 一直在对你有所企图 你居然你不跟她 明确地去拒绝 你是害她了 怎么不可能 所有人都知道 你为什么不知道 你要不知道这个的话 你就不配谈恋爱 从一件事来说 就是你完全以自我为中心 你可以和老板争吵 是吧 你还想不想 在这家公司混下去呢 你知道什么叫妥协吗 你知道什么叫换位思考吗 你知道什么叫包容吗 不能 你在哪样 不管是情感 还是工作上 你都一无所处 工作上我觉得 我觉得我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是吧 对 你没有问题 老板有问题是吧 你干嘛不离开她呢 暂时找不到新的一份 为什么是暂时呢 为什么不是永远呢 肯定不是永远 因为我肯定不能永远 你有什么底气去跟老板说 对不起是你错了 我走 绝对老板有问题 为什么你还要伸手管他要钱呢 那我做了我该做的事 你做了什么叫该做的事情 我觉得我 我之前那些就是同事 他们深知加薪 他们无非就是 阿谀奉承 捧手脚 对 为什么 我捧不了 你为什么不走呢 我现在就没有机会 找到更好的工作 你没有这个能力 找到更好的工作 而且我根本就没有想过 去找一个更好的工作 你看 你有一份工作 你对老板不满意 离不开 对不对 这份感情你满意吗 你也不满意 为什么你不离开他呢 因为你找不到更好的 你这点小心思 全都摆在明面上 你什么都懂 你就太自私 太自我 又没有能力 所以你焦虑 所以你矛盾 所以你既把工资卡 交给对方 但是心不在对方身上 就是这么简单 姑娘 我说三个男人的优势 这三个里面你选两个 忠诚 赚钱能力和关心 赚钱能力和忠诚吧 我也让你选一下 女生的三个优点好不好 第一个 这个女人很温柔 可人 第二个 这个女人颜值很高 第三个 这个女生生活里面很节俭 选两个 温柔吧 温柔第一个 还有一个 节俭吧 温柔和节俭 你女朋友有温柔和节俭吗 她明明看上的是你的颜值 但是她选的是什么 她选的是温柔和节俭 你明明现在觉得她对你还挺关心的 应该卡在你那边 你选的是忠诚和赚钱能力 忠诚她有个妹妹 赚钱能力你一直在诟病她 很好玩的一个事情你知道吗 对你们心里面的需求 你想要选的这个东西是对方不具备的 你们是被什么东西 相互吸引变成了男女朋友呢 这就是我们人类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我们的需求埋藏在一个很长远的生活当中 只有在这个日子里面慢慢过了之后 我发现过着过着我不舒服了不爽了我才知道原来我想要的是这个呀 这就是我要跟你们说的一个道理 你们其实是不同世界的人 就是你们两个人接触的朋友 看到的世界 人际关系 将来希望找到工作 娱乐的场所 是不在一个世界里面 所以你们看到了世界不同 所以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 形成了自己的审美观 你们因为某一个原因被相互信 但并不能让你们的两个不同的世界平行起来 或倒立起 所以人和人之间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们因为相遇 就觉得我们应该一直走下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你们这两条道路 它只相遇一次 它交叉而过 今天是你们相遇的这一刻 你们在一起了 但事实上你们走在两条不同的道路上面 这是我的意见 那么在两条不同的道路上面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在相遇的时候 我们互相感受就好了 真正的是要什么 真正要的是我的道路到底是什么 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们选的原因 就是你们得看清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也不要谈什么妹妹啊 工作呀 生活之类的事情 年轻人嘛 但现在都还年轻 各自寻找自己的道路 各自寻找自己的世界 如果寻找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们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一段时间之后 你们的世界还是同一个 你们自然可以继续在一起 但如果不是呢 所以别想太多 也别要太多 让生活自己去过生活 自然而然是最好的 就这样 你想一件事 这老板再错再傻 他知道什么人是为他挣钱的 你看人家叫溜须拍马 老板看到的可能就是他给我挣的钱多 没有一个老板傻到了 你能为我挣钱我还对你不好 你把这件事想清楚 其实生活里面的好多事也就通了 其实生活里面的好多事也就通了